12年国教马上就要上路了 相信大家都对它有非常多的疑问 以及不安 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 学校也好 甚至教育当局 都在为这12年国教的进行 努力的做好准备 事实上一个教育的改革 很难在短时间之内 让大家所接受 可是一个好的教育改革 必须要从基层 从社会 从很多的面向里面 把所有的改革的理念 大幅都宣传之后 让大部分人知道 到底要做些什么 才能把这个教育的改革 真正的执行 教育部方面来讲的话 为了怕老师们 对这个12年教育 有很大的一些疑问 所以特别进行 所谓的五节课的一个 教育部的一些推广的一些行动 那这里面来讲 主要是包含了理念的宣传 事性辅导的部分 还有我们在教育学的部分来讲 强调差异化的教学 有效教学 以及多元评量 而学科中心最主要的话 则是针对 差异化教学 有效教学跟多元评量里面 做一系列的教材 教具 教案的研发 并进行到我们的 高中教师里面的推广活动 我们先谈一下 什么叫差异化教学 有效教学 以及多元评量 接下来我们要针对 学科中心所扮演的角色 做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主要是 集中在三块地方 就是差异化教学 有效教学跟多元评量 我们大概看我旁边写的字 差异化其实是针对 学生本身学习风格 或认知能力 以及它一些成就上面来讲 有高中低或是多元的一些学习的情况 我们针对学生的学习背景跟特性 进行多元性的教学的设计 而有效化的教学来讲 比较是针对老师在设计教学的时候 我们希望提升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就是态度方面 第二个的话 则是提升学生认知的深层度 然后让学生能够真的去深入了解 他学科概念的内容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技能方面 包括科学学习技能 解决学习问题上面的一些能力 以及我们说的一些探究能力 所以我们这三块 如果能够真的都能够大幅度提升 比现行更有效进行教学的时候 让学生的表现能够 优于一般的学生 或者是学生对他自己本身 能够持续的挺身 这都是属于有效教训 那其次来讲多元评量 因为其实现行的评量 我们一直都在所谓的直笔测验 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直笔测验多半只能测验 学生的知识内容而已 对刚刚我们所谓的学习的动机 以及他的技术的能力 科技的能力 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解决问题能力 其实我们能够问到的很少 多元评量的部分 就包含所谓的实作评量 我们可以从实作评量里面 去了解学生到底会不会做这些实验 他有没有设计能力的能力 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去做 最基本的科学探究的一些过程 还有的在多元评量里面 我们也可以用档案评量 让了解到学生整个学习的过程中 他的付出中间是持续性的 而且从很多面向来讲 去了解学生到底学习怎样 也可以看学生的成果发表 甚至我们可以看小组之间的讨论 他的互动情形怎样 他有没有发挥了合作的精神 这些都是我们多元评量 其实评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在里面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教跟学之间 学生学到的东西 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当初预期的教学目标 所以多元评量其实就是在讲 这教与学之间的关系 到底达成了多少率 如果达成了不好 其实老师要去反思 我的教学有没有出问题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评量有没有真的符合 学生的学习的需求 那对学生来讲 如果他没有办法学得很好 我们可能要进行所谓的 补救教学或适性教学 其实说到最后来讲 十二年国教就希望把我们教育的环境 变成一个广面的东西 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适性发展 根据他们自己的专才 找到他们的天赋 变成学生能够学有专精 不见得一定是研究方面 也可以是实务方面 发挥个小孩子更多的创意思考 发挥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 让学习真的会让我们的生活中落实 让我们学习的东西 可以变成应用的面向 而不是我们说的速度高额 会让小孩子变成所谓的两脚输出 十二年国教是一个新的挑战 可是需要你我 真正去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 老师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好的教学 好的评论 以及好的师生互动 都会带动十二年国教 顺利的进行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为台湾的教育奉先行力 为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棒 台湾孩子真的很好 让他们更棒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